总有小伙伴私信我 这款锅用着怎么样 经过了差不多4个多月的亲自使用 就是给大家汇报汇报使用心得 第一,使用轻便 我买的这口锅是28厘米的 拿在手里非常轻便 洗呀,倒个菜呀,轻而易举 第二,打理省事 每次炒完菜,直接用热水洗 不用任何洗涤剂 开始我还有点不太相信 不用洗涤剂,怎么洗得掉这些油呢 结果,直接热水洗 油渍照样洗光光 洗得照样干净 这不错,又省钱又环保 每次洗完锅 可以趁着炉子的余温把锅烤干 如果余温不够热 可以再开一下火 很快锅就烤干了 烤干的锅,直接用厨房纸 蘸点食用油 给锅薄薄的涂上一层 这样锅的保养也就做好了 第三,扛灶 这口锅买来使用时我还是挺在意的 但我也不可能小心翼翼的用吧 毕竟是锅 为人民服务才是它的使命 我只得在意 充提量就是该洗洗 该涂油涂油 基本的养护还是能做到的 但也架不住一个不留神啊 有次炒完菜 洗干净锅 我就把它放炉子上了 开始吃我的饭 等我到炉子边拿东西的时候 才发现我炒完菜一直没关火 锅在炉子上 差不多干烤了二十多分钟 好在当时是中小火 锅底还没变形 万幸万幸 有惊无险 继续使用啥都没影响 使用说明上说 不建议用这个锅煮酸性的东西 因为没有更大的锅 我还用它炒了几次西红柿酱 虽说没感觉对锅有什么影响 但既然人家建议了 咱还是尽量不用它煮酸的东西 这几个月用下来我还是挺满意的 但还是那句话 没有一口锅是完美的 摸准锅的脾气 发挥它的长处 展现您的厨艺 您还用过哪种不错的锅 也可以给我推荐推荐 好好做饭 更要好好吃饭 喜欢的关注我哟 感谢您看 感谢您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